新疆的抓饭 吃过一次以后 你会经常想念 恨不得天天吃 因为每一粒米都被油脂浸透 实在太香了 抓饭 南疆的餐馆里 很少有晚上提供抓饭的 一般多为早餐和中餐 因为抓饭高热量高碳水 非常顶热 中午吃一顿 晚饭都不用吃了 把清油烧开 倒入皮鸭子爆香 再把胡萝卜倒入油锅内翻炒 南疆的胡萝卜是黄色的 跟新疆的水果一样 很甜 可以减少油的腻味 再倒入羊肉 撒上盐 可以不放其他调料 加水 加入上一锅羊肉煮出的汤 这个是盐 这个是汤 最后铺上浸泡过的生米 直到把饭煮熟 所以每一粒米都浸透了 清油和羊油混合的香气 羊肉的鲜味 以及胡萝卜的清甜 这么早就有人吃了 夹肉行 准备 谢谢 做的好的抓饭 好吃之外 不会太腻 羊肉抓饭 其实饭比肉更好吃 当然 如果来一份羊腿抓饭 也会吃得更过瘾 米饭鲜香入味 包裹着羊棒骨的一圈羊肉 比羊排更嫩更软 一份普通的羊肉抓饭 大概25元起步 如果再要加肉 40元上下 羊腿抓饭 45元 其实普通抓饭就可以了 因为饭比肉好吃 而且有些饭店 还能免费续饭 要加饭吗 谢谢 抓饭历史悠久 可见新疆自古也产稻米 新疆以天山为界 天山以北的北疆 古十多游牧闻名 草原广袤 而南疆则多为绿洲农耕闻名 北疆看风景 南疆看风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百疗神 很难找封 卡 Bren 榜